我和她结婚已经七年了 相处时间久了 我发现她特别的懒 她现在看我什么都不顺眼 每天对我挑衫俭似的 我只是不会做饭 但是在她眼里就什么都不做 孩子也是我一直在带 她也很少帮我 偶尔带一次就受不了了 而且她太大男子主义了 每次一句不合就和我吵架赌气 还动了就提离婚 她既不能当好一个好儿媳 也不能当好一个好妻子 还不能当好一个好母亲 你说这样的生活 我怎么能和她过下去 我觉得归分到底就是她变了 我希望她可以认识到自己的问题 不要再把所有的问题 都推到我身上了 到底是你变了 还是我们的感情变了 掌声请出这对夫妻 掌声有请 杨先生三十岁 来自安徽机电工程师 有请杨先生 王女士三十一岁 来自河南电商 有请王女士 有请 欢迎两位 你这小片里面说那个 我印象特别深的一句话叫 不是好儿媳 是吧 对 不是好妻子 不是好妈妈 怎么还不是好儿媳放第一位呢 为啥呀 因为我感觉她不孝顺了 不孝顺 对 所以你要离婚是这意思吗 是的 是的 你看吧 毕竟我们家也不远 一小时路程吧 每次回家都是我一个人 你说爸妈他们怎么不会心寒呢 其实我对他爸妈 一开始也是挺好的也是很关心 其量的 但家里养了几只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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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üz 我怀疑那时候 我不提 他爸妈都不知道 只能给我杀一只 给我吃 给我补身体 那时候我想吃鸡 我都不敢去买 我怕买了 就是说让他爸妈难堪嘛 然后我都只能买鱼吃 但是最后我不愿意回去 就是因为 刚开始我们收入也比较少 我想找一份工作 让他们到合飞 就是帮我们带小孩 然后他们就是不愿意来带 然后一直等到 上幼儿园的时候 我就是说才找了一份工作 小孩放假了休息 都是我带到公司 边上门边带小孩的 都不管不问了 所以我就是因为这个事 后来才不怎么回家的 听明白了 就是历史的积怨 是因为怀孕期间 你的公公婆婆不体贴你 再往后是因为 需要公婆帮忙带孩子 没帮忙带孩子 所以你心里是堵的 是有气 是这意思吧 是的 最近爆发出来 就是前几天 我妹不是来我家了吗 你妹去你家了 对 我妹 我们家离我很远是吧 就是几年来一次 然后她说她要回去带菜 然后我想着 这一次总会带一只鸡过来吧 然后结果呢 你们这就是一只鸡 就在那儿干就干上了 主要是 她会回家带菜 那你如果说是一般的菜 你回家带什么菜呀 是吧 我肯定想让我带一点 等于她回家去拿菜去了 带一点 就是说在寺里面 不好买到的菜是吧 就是说带一点土鸡啊 土鸡蛋这样的 然后结果她回来 两手空空的 我说你怎么没有带 她就说那是别人的 你就不要想 就是感觉我像捆老一样 这个就是 不太应该吧 其实不是说别人 从一开始到现在 你叫过他们爸妈吗 你爸妈 我叫爸妈是 因为有一次 我们两个吵架 他们看到了都不拉 所以你不叫公婆 叫爸妈是吧 我一开始叫 我后来就不叫了 看来矛盾还挺 行 挺明白了 一只老母鸡引发的血案 然后还有就是 我们家小孩都七岁了 爷爷奶奶都没有 给小孩买过一件衣服 那么稍微给孩子 拿着买个九块九的衣服 他有那个心意了 就是先生心里有气 妻子心里也有气 是这意思吧 你觉得这个自己的公婆 对自己不好 先生是觉得自己的妻子 没有做好跟父母的这个工作 所以才导致成这样的 是吧 那你怎么不在中间润滑润滑 反正他这个人就没做好吗 对不对 你的人呢 你是怎么做的呀 我是怎么做 你回家吃老母鸡吗 说实话 他回家他妈会给他上鸡 但是我回家的时候都没有 好 第一回合咱们就过吧 你也承认不是好儿媳 但是是有原因的 是还是不是 是的 因为公婆对我不好 所以我也对他们不好 逻辑是对的 好 行 不是好妻子 不是好妻子 就是说她实在是太懒了 什么事都不做 说她手不能碰那个油腻的东西 你就不做算了 我做 然后呢 洗衣服也是 一堆全部放洗衣机里边 然后洗完了以后 也不知道量 然后等到我打开的时候 那都臭了 我上班我这忙呀 你上班我不上班吗 那有的时候我会忘点 也不是说经常那个样子 你忘了一次两次 那也就算了 好多次都是这样的 家屋的话 你不就做个饭吗 然后那拖地什么 不也是我做的吗 你拖 你就偶尔拖一次 而且看得到的地方 好你拖一拖 看不到的地方 该怎么脏还是怎么脏 最终不还是我脏 你只会挑毛病 做个饭你也心不甘情不愿的 天天只在邻居说 你看人家排斥带得好 家屋做得好 天天就想让我给别人比 问题是人家没有上班呀 我还在上班呀 你不上班 同样这些事情 你也做不好 你看你娇气的 洗个衣服说 我手会起泡 然后会揍 做个饭 那油腻腻的是不是 反正行 还说不是好妈妈 说说吧 就是月初吧 孩子领成绩单 全班的同学 四十多个人吧 四十几个人 我具体我也不清楚 那你这个爹当的对吧 行 接着说 然后大部分都有讲座 就我们家小孩没有 我回来我肯定恼火 因为辅导孩子这个工作 基本上他就是在搞 在管 孩子多大呀 七岁了 上一年级了 因为一直都是我在辅导 然后他也没管过 结果他领成绩单 发现成绩不怎么好 第一件事就是责怪我 都没有想过自己的问题 因为考试前几年 我在考驾照 我让他辅导几天 他都能睡着 他自己做的都不怎么样 他还在责怪我 当天我们就又吵了一架 我责怪你是有原因的 因为你每次辅导的时候 你都在玩手机 那你在干嘛呢 我在做家务事 还有家里一大堆事情 都要我干呀 我看手机 是因为我也上班 我也很忙 偶尔就是说 可能这下来闲下来了 边看着小孩写作业 然后偶尔看下手机 被你看到了 你就要讲 你就这两件事 哪家不上班 我也上班 但我回来 我做了多少件事 我说要辞职 你为什么不让辞呢 我说我辞职 换一个轻松一点的工作 你就是问我 不去找工作 又不敢让我辞职 事实啊 对啊 我承认 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有什么技能 他现在到底是做什么呢 资料上说的是电商 对 电商就是 我们公认是看网店的 对 基本上他在家里 只要有他电脑 就可以工作 就这个意思 听明白了 所以他时间很充裕的 你知道吗 因此你想跟他离婚 是吧 对父母不孝顺 对家庭照顾不够 对孩子又不上心 是吧 你的意见呢 他想离 我就跟他离啊 问题是 他离婚 他也就嘴上喝口 我要离 他又不离了 但是我现在 忍受不了他了 你忍受不了他了 对啊 他老是想我乱花钱 我自己挣的工资 我自己就是说 家里的吃专住行 都是我负责的 他还想我乱花钱 天天问我 你的钱都成了难去了 不是 你俩的钱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怎么管呢 他的工资 他就还房贷 然后我的工资就是 家里的吃专住行啊 随费店位 物业费 知道了 知道了 这财务上也倒了 然后他还嫌我 没存下钱 你存钱了吗 我存了呀 你知道他存了多少钱吗 我不知道 我也不控制他 但是他却控制我 行 他衣服一年到头 都是我给他买的 他自己都不买 都等着我买 到最后还问我的 钱去哪里去了 这是在经济上 他有点抠门 是的 还有什么原因 让你想跟他离婚呢 还有前段时间 我们不是又吵了一个家吗 就是天润了 我说可以开空调了 他就说 你见谁家开空调了 然后我说 你看一下 就是别人家 那个空调外戏都在想 他就这样讲了 说反正我就不开 我又理做那样 不开空调 这也闹离婚呢 这为啥呢 我也想不明白 就是三观很多 都不一样嘛 他现在一脸都不上进 我感觉 那你以前认识他时候 他是怎么上进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他之前就是 不怕苦 不怕累嘛 那时候他都去买收割机 然后去跟人家收麦子 那个活很累很脏的嘛 但是能比打工 挣的钱多一点 他就去做 我就感觉他人 就是值得托付嘛 现在呢 就是他动不动 就是我就这样 让人根本都 看不到希望 哦 你觉得生活 没希望了是吧 等于现在是你要离婚 他不同意 是这意思吗 不是你要离婚的 现在你不想离了 是不是 我其实也是嘴上说说而已 因为我也想让他变好 为家里多做点事情 你们俩现在经常吵架吗 经常吵架 那你当我这是超人啊 你只是带个小孩 然后上个班 你还做了什么 你跟我讲 那你呢 你平时又老子还抱怨我 你创业不成功 你也抱怨我 然后买完买过 你也抱怨我 什么你都抱怨我 哦 他创业过啊 失败了 为什么抱怨你呢 一开始 我是学那个鸡垫的 然后我自己买了鸡床 帮人家加工 没日没夜的 天天在工作 有的时候睡觉 连两三个小时都没有 然后呢 他就跟没看到一样 一点也不知道心疼 然后呢 我忙完工作 还要忙家里 他哪怕今天饿着 他也不会去做点外卖 我觉得我不成功 肯定是赖他了呀 对不对 我觉得一个 就是家里没给你 稳定的后方 是吧 对 买房买贵了 为什么抱怨他呢 当时我们吵架了嘛 闹别扭了嘛 然后房价涨了嘛 刚开始房价便宜啊 然后我们没买 你说这样的话 我是不是要多了一辈子 对不对 多了一半 那吵架也不是一个人的事啊 你也跟我吵呀 你为什么怪我呀 好好 你要不跟我吵 不也就好了吗 你说的很有道理 是的呀 一个巴掌拍不响 但你认识出了吗 每次吵架 或者闹别扭 都是我退缩 你们俩多大岁数呀 我三十 我三十一比他大一岁 应该算是八五后的是吧 是的 我怎么听着像 俩退休的老头老太在这 吵架呀 他的观念就是 跟他爸妈那个式样一样 出生反境不一样嘛 对吧 我本来说 所以说他出生跟我不一样 你也不要说 我本来说放假的时候 带小孩出去转转看看是吧 他就说我学别人去旅游 然后我要做个面膜 他就说我臭美 天热了嘛 我不想喝热水 然后就买一批 买一箱关键水喝 他就说我懒 我擦了座子 我用张纸擦 他就要用麻布擦 反正就是跟我观念不一样 那你们俩谈恋爱的时候 怎么谈在一起的呢 当时我感觉他会过日子 但是没有想到他这么节俭 你们俩男孩女孩啊 男孩 离婚之后打算跟谁啊 跟我 但是他还想跟我跟 是跟他爱跟你啊 我听法院的 我觉得我要是我带 绝对比你带得好 那你就带呗 我可以 你就觉得 一个男人 不应该到外面闯一闯吗 是不是 你整天帮我困在家里 反正你就是从来没有爱过我 所以你才这样 我不爱你 红年过节的时候 会给你送花 会给你送礼物嘛 对不对 吵架的时候 为什么每次都是我 向你认错 因为你是男人 你是要认错了 但是还没有花两天 又惹我生气了 我问问问问问 确实不想跟他过了是吗 我感觉 真的没办法过了 这个又懒 又不能做事 对 又拴住了一个男人伟大的脚步 对 那是不要跟他离婚啊 我是想跟他离婚 因为不想跟他离婚的原因是 第一 我舍不得孩子 第二 我感觉我愧疚了他 你愧疚了什么呀 因为当初认识的时候 我本身也不是说太认真 然后他们家人都反对 因为他的执着 因为他的任性 最终他还不愿意跟我在一起 所以说他大老板嫁过来 不不不 我也不忍心 对 你给我解释一下 你本身不是太认真是什么意思 对 本身我就发现 我们俩是有问题的 对不对 那为什么他要结婚呢 结婚不是因为他的执着吗 对吧 我就是喜欢他多一点吗 说白了是不是姑娘 如果你不主动嫁给他的话 你们俩其实也不能结合在一起 是这意思吗 是的 等于他向我走了一步 我就向他走了九十九步 所以你会觉得对不起他是吧 这段感情还挺拧巴的 你把它完全拼凑在一起 大概是这么一个 一个小伙子爱上了一个姑娘 但是没那么爱 结果没想到这个姑娘 就全心全意地爱上了小伙 抛开了一切 要嫁给这个小伙 骑虎难下 小伙就娶了这姑娘 娶了之后就发现 两个人原来有那么多的不合适 今天是谁要来的 是我要来的 来的目的是 就是他老是说我对父母不好 对他也不好 然后说我家伙也不做 对儿子也不 照顾的也不好 然后一直都是认为我的错 然后我也想 到底是谁做 就是说让大家来评理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你俩想离婚啊 那离去呗 都聊到现在了 每个人站那儿都说 我没错 不是说我没错 每个人都有错 不是说我没错 知道吧 我为什么不离婚 刚才我也说了 我第一个 我问你了吗 我不想让孩子没有 我问你了吗 我说你错了 你就要听我 说你哪里错了 如果你真的错了 你就回去改 如果你没错 你就听一听 你知道你们俩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 就是男生 一直在以自己的主观判断 来做你们的情感判断 我问你啊 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好老公吗 你是一个好老公 你太太怀孕的时候 想吃鸡 你给她炖了吗 炖了 只不过少一点而已 炖的是你爸妈养的鸡吗 还是你自己去买的 我爸妈养的也有 你爸妈养的也有 你是一个好儿子吗 你有解决好你父母 我认为我是个好儿子 你有解决好你父母和你妻子的关系吗 没有 就是因为我妻子 不理解我父母对她的好 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其实不想说老一辈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老一辈是勤俭持家 他们有他们的态度 但是 就从你回家 你爸妈给你炖鸡 他回家甚至怀孕的时候 不给他炖鸡来看 你父母做事情是有偏颇的 当然 疼自己的儿子一点毛病都没有 但是也同样 要疼自己的儿媳妇 嫁到家里就是一家人 而你在这个问题当中 最错的就是 你并没有协调好双方的关系 所以你是一个好先生吗 你是一个好儿子吗 你是一个好父亲吗 你是一个好父亲 你不知道你孩子 搬了一共多少个人 你说倒数 倒数第几名啊 你是一个好父亲 你有像别人家的父亲一样 去陪伴孩子吗 你知道为什么 人家孩子有奖状吗 因为爸爸妈妈和睦相处 因为可能父亲 给予了更多的陪伴 你刚刚口口声说 他不就是上个班带个孩子吗 他还干了什么 那我想请问 你不就是上个班做做饭吗 你还干了什么 所以不要老实说 你太太的问题 诚然 他有你刚才说的很多问题 但是你同样不好 而且你知道你最不好的地方在哪吗 抱怨 就是什么事都怨他 自己创业失败了 也是因为当时跟你吵架 房子的事情没买 所以房价涨了 也是因为跟你吵架 所以我们没买房 这中间没你的问题 没你什么事是吧 都怪他 你怨天怨地怨媳妇 唯独觉得你自个儿没错 说女生 公活呢 给你顿鸡或不给你顿鸡 都是人情 但是我们管人家叫爸妈 是本分 你有给老人买过礼物吗 有买过 多少次 可能就是过年的时候 或者是每年吗 还是只有一两年 不是每年 对呀 那凭什么人家 要给你顿鸡 然后你连爸妈 都不管人家叫 人家凭什么 还要把鸡给你拿回来吃 你对老人 没有基本的尊重 他们有他们老一辈的那种 轴你知道吗 但我们做子女的 孝顺是前提 这也是为什么你先生 一直纠结在你这一点 所以 没那么孝顺 就是没那么孝顺 有点懒 就是有点懒 对吗 带孩子有时候不认真 就是不认真 他说的也没毛病 所以你们两个在这 跟我纠结说 我没错 他错了 都错了 只有看到自己的错 才能忘记别人的过 每个人都认识到 在这段婚姻当中 自己的问题和错误 并且坦诚地跟对方讲 你说的对 我错了 我愿意改 我们可以有更好的家 好吗 自己去检讨自己的问题 你们俩离不了 自个儿回去改 祝你们幸福 好 谢谢作严老师 来 曲总 男生说了心里话 你其实并不爱这个女生 我爱 我爱你 倍 hast Anda 我 promises了 不是 我爱你 Arab Mam 进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不要打着旗号说 为了孩子好 我真的认为 如果一对日日争吵 彼此没有爱的夫妻 给孩子造成的伤害 远比父母分开 各自爱孩子更要大 你们其实是真真算计过 我这婚没法理 但是这日子过得难受啊 先生其实 既然我选择了我爱她 既然我选择了我要娶她 既然我出于主动地 还是被动地走入了婚姻 这是我的选择 那我是不是能够 好好经营一下 我是不是抬眼 看一下这个女人 看看她身上有没有可爱之处 或者说我们共同去培养一段 真正的爱呢 你没有 你就在跟自己较劲 你横看人家不顺眼 竖看人家不顺眼 这不是你自己取进门的媳妇啊 别人逼你的吗 既然选择了婚姻 而且所有的婚姻 无论最初是爱的天崩地裂 还是我们平平淡淡走入婚姻 都要面临的是经营 你把婚姻经营成了什么样子啊 你把自己搞成个怨妇 天天埋怨这个 埋怨那个 有意义吗 这个女人身上难道 没有可爱的地方吗 我不信 她跟了你这么久 也曾经那么执着地爱你 但是翻过来 我想跟女士说 你爱她吗 我觉得你真的只爱自己 如果你爱一个男人 怎么会不爱她的爸妈 人心都是肉掌的 他们爱儿子 就会爱对自己儿子好的那个女人 你爱她的话 你就应该努力地去 让她的父母接纳你 你爱她的话 就应该去 更加发挥一个女人的特长 我去勤俭持家 我去洗衣做饭 这有那么难吗 难道你就要天天 跟她吵得天崩地裂吗 所以你要想想 是你嘴上说的那么爱她吗 还是其实你只爱自己 我觉得这其实都不是重点 成年人对自己的选择和行为负责 但你们的孩子才真是可怜 想想孩子吧 一个孩子在这样彼此拧巴争吵 这样不愉快的家庭环境下长大 他能是一个快乐的孩子 能是一个快乐的人 我们的感情是不好的 但如果对未来的生活还有期待 请你们调整 谢谢 好 谢谢杨老师 谢谢 来 图老师 我听下来就是 妻子要吃鸡 丈夫说 想吃鸡 就你也配 挣那么几千块钱 家务也不做 孩子也教不好 连我爸妈你都不叫 你还想吃鸡 那妻子反问说 我为什么不能吃鸡 想当初你走了一步 我走了九十九步 我给你们家生了一大孙子 我一边带孩子 我一边挣钱 我怎么没有资格吃鸡呢 你们考虑过鸡的感受吗 说一句大实话吧 如果在家庭生活当中 偶尔有所抱怨说 你看我在外面多累 你在家里这么清闲 我爱你那么多 你回馈得给我这么少 在家里面有这种抱怨 是正常的 但但凡是到这样的一个舞台 计较我付出多少 你付出多少 我亏了多少 你又占了多少便宜 这样的夫妻都没有多相爱 你们自己心里很清楚 其实不让你吃鸡的 不是他父母 是他 是 鸡都让他吃了 我为什么这么说你知道吗 他刚才说了一句话 让人是震惊的 孩子你要不要啊 我看法院的判决 这显然是一个 不足以承担父亲责任的男人 我相信他在跟你谈恋爱的初期 他跟他父母所传达的 那种感觉也是 你看 都是这个女的追着我 我没那么喜欢她 那如果他跟他父母 传达出来的是 这样的一种想法的话 你觉得他父母 会有多喜欢你呀 因为他知道 你在自己的儿子 心目当中的位置 就那么低 他还给你吃鸡 所以我想说的是 男生不妨说出 自己真心的想法 也许在结婚之后 有了一些爱 但是还真的是不够爱 而你呢 女人的身价 不是靠自己要来的 吃一只鸡就说明 他父母很在乎你了 当然了 在最开始的时候 也许你认为 自己是一种冲动 但在结了婚之后 你会发现 我凭空走出的那九十九步 我所有的牺牲 其实并换不来你 对我的愧疾 所以你也没有多爱他 我是真觉得你们两个 应该分开一段时间 把这个关系理清楚 把自己的角色理清楚 想想我要什么样的婚姻 我到底爱不爱他 就这样 好 谢谢图老师 谢谢 想过呢 又过不到一起 在一起 其实看着彼此都挺烦 我说的没错吧 离婚呢又害怕 怕什么呢 怕一个人带不好孩子 怕孩子成为一个负担 怕自己挣的钱不够 怕自己不能承担一份责任 当然也害怕别人 说你们是不负责任的人 所以才会有说 离婚和结婚 哪个更需要勇气 才会说出来离婚吗 而且两个人答案是一致的 就是你们在那么多的观点上 是冲突的 但是在离婚这个问题上 是那么的一致 说不定两位对离婚 已经考虑过了 是的 因为我说过离婚 我肯定会考虑这一点 对 所以呢 坦诚一些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真情六十年 treating you 等我说 业番来 业番来 也 否 在 一个 再 他 炒 很好 又 dobr 总 都 你在 说 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